我心神樂觀,因為事實上,我相信新東的朋友 都是希望會有一個有能力的立法會議員, 還有今次是很難得民主派能夠團結一致, 事實上,我相信市民都樂於見到, 我覺得楊岳橋本身的人緣是很好, 他亦跟很多人都可以合得來, 我相信立法會現在需要的也是一個團隊的精神, 因為民主派來講,立法會是發揮一個關鍵少數的角色, 需要不是說一兩個人的衝, 而是真的需要大家二十多個民主派, 是可以大家有分工,有協調, 以及有部署的,因為你看到很多很多爭議性的東西, 例如高鐵的撥款,網絡的二十三條, 甚至未來可能還有很多大型的基建, 以及一些關心香港的核心價值, 例如你說高鐵的一地兩檢, 這些都是很需要議員在立法會是落足心機, 如果你說只是橡皮塗裝的, 譬如問你一句,你知不支持梁振英連任的, 直接是灑手令頭叫的鏡頭, 不要拍著它,是PAN到別處的, 你想想如果你這樣的議員入了去, 你怎樣可以代表香港人發聲呢, 所以我相信新東市民應該懂得選, 我亦希望我們很快就會知道今次補選的結果。 你剛才提到泛民團結, 其實你認不認為本土派或港民前他們都屬於泛民的一項? 其實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時時都覺得只要大家目標是相同的, 我覺得是可以合作的, 不過我都有留意有時他們部分有些人發言, 就是覺得他們自己不是泛民, 但是我們自己尤其是公民黨, 你都知道我們是盡量是跟其他民主派 一起商量或協調, 梁家傑口頭閃就是說民主派是沒有分裂的本錢, 所以我其實是很歡迎大家目標相同的人, 是可以真的很多事可以坐下談, 有時真的老實說的手段或策略可能是有些不同, 不然你也不會有那麼多不同的民主派的政黨, 但是都不需要不同就一定要互相攻擊, 我相信大家應該是有些協調或合作的空間, 那麼初一的緊密空突你覺不覺你知不知此事? 其實我覺得初一本身的事件是非常不幸的, 因為始終大家都不想見到任何流血或傷人的事件, 但是大家也都明白自從梁振英上了場之後, 他很多的事情他是專門挑釁的, 我自己作為港大的一個舊生, 我經常都不明白, 你這麼多人可以選校委會主席, 為什麼你就是要委任一個舊生, 老師,職員和學生都反對那個人, 這是反映梁振英的偉人,他真是心術不正, 當你有這樣的一個特首的時候, 是撕裂著社會的, 所以我相信旺角的衝突也不多不少, 是牽涉社會上很多一個民怨很多情緒, 其實大家要想一下怎樣去舒緩這一方面, 不是靠說快點拉或者一個重罰, 而是不去做一個調查, 例如民主派希望做一個調查, 去看到民怨的所道所向, 亦都可以盡量去減低,